巴西 俄罗斯现在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三国 美国以170多万人确诊 巴西直逼50万 俄罗斯飙迫40万 而这三国不约而同 元首都是所谓强人 俄罗斯官方电视3月上旬开始关注疫情 3月下旬普丁还曾穿防护医现身医院 并宣布封锁消息 但防疫强调表面功夫 在作秀一两次后 普丁几乎都以视讯现身 遭各方强烈质疑自己也确诊居家隔离 俄罗斯大动作派消毒大队去意大利帮忙 却压制本身医院防疫装备不足的消息 爆发多起院内群聚感染 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一直强调经济发展最重要 还多次对地方封锁防疫限制大表不满 甚至自己该居家隔离师还趴趴走 做了最差示范 而美国总统川普更不用说 2020总统大选的选战考量 似乎高于人民生命与安全 强调自己能掌控一切淡化疫情风险 措施及早扎实防疫配套的时机 三位自负的强人总统 在这次新冠疫情忽略专业的重要性 最后也都尝到苦果 东京新闻国际中心综合不动